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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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总论元一千日 第五百八十一日 我们要来谈不进宫得藏回相 这段是佛陀在讲修正的位次 从事见修 随所发行 安利甚位 成道正果 是不是一个真的能够达到的位次 还是遥不可及 或者是只有优秀的人才有办法得到 或者是佛认定的这个修行人呢 我们一般呢 总是会觉得这好像是佛菩萨的世界 而不是我们能够在此生达到的 因此很多人修行啊 都不敢奢望自己有成道正果 但是如果没有以此为目标 我们修行就会没有进步 所以啊 在这里佛陀就讲 从开始修行 你就已经在往成道正果的方向前进 叫做随所发行 安利甚位 那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这个妙诀这么了不起 至少呢 在前面 甘会实信实柱 实行实灰向 我们会一路的看到自己在 渐渐的在进步 而且这个进步呢 是看得出来的 那如果看到自己 越来越广大 而且越来越有力量 越来越欢喜 那就要肯定自己所有的努力 是正确的 所以读这个 安利甚位的这一段呢 能够借由这一些内容 能够借由这一些内容 来回来看看自己现在 是有没有符合这样子的状态 或者是呢 至少往这个方向再前进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学习佛法 要学的一个方向 那这里呢 我们讲到十回向 从救护一切众生 乃至于到第五 叫做无尽功德仗回向 这里谈到的是功德 而且呢这个功德 还是一个宝藏 修了这个回向之后 我们会得到无尽的宝藏 那这无尽的宝藏 是什么情况呢 这里讲到世界如来互相摄入 那刚才的解释就是 世界就是依报 就是这个环境 这个净土 那如来呢就是正报 就是圆满的功德 那依报跟正报呢 互相摄入 得五挂藏 这叫做无尽功德仗回向 那我们一般呢 跟这个环境啊 是不一定是互相摄入的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用这个大地 但是在用使用当中呢 却又会破坏了这个大地的资源 好所以彼此之间呢 就会产生一个卦碍 什么卦碍 就是我们现在呢 全球的液体啊 就是暖化 还有污染 那就为什么呢 其实啊 不是因为这个地球坏掉 是因为长期过度的使用 或者是呢 没有好好的爱惜 所以呢 现在有一种大地反扑的效应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一个警讯 如果呢 没有再回到 原来的使用状态 彼此之间不要有挂碍的状态呢 那就会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呢 就连住都住不了 那现在呢 全球也都在做这样子的呼吁 那怎么办 那就是要能够啊 让自己的身心啊 减少贪难 减少愚痴的错误的使用 那这就是慢慢的修行 就会圆满 那直到呢 每一个人都向如来 那这个世界呢 也会成为净土 所以心跟 心跟净是一体的 那如果我们的心是生病的 那境界呢 这个环境啊 也会产生一个回馈 那所以啊 彼此之间是互相摄入 你不管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其实就是息息相关 大众呢 其实都是命运共同体 那这个地方呢 无尽功德障回向啊 就是当大众每一个人 都是在修功德的时候 这个命运共同体 也会产生无尽功德障 所以啊 这里啊 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哦 所有的菩萨呢 在修无尽功德障回向的时候啊 他就是把所有所起的善根啊 修一切善法的所起的善根啊 等等呢 拿来回向啊 菩萨如是念不可说诸佛境界 极致境界乃至菩提无障碍境 如是广大无量差别 一切善根啊 凡所积极 凡所信解 凡所随喜 凡所圆满 凡所成就 凡所修行 凡所获得 凡所知觉 凡所奢侈 凡所增长 西已回向庄严 一切诸佛国土啊 好 这里呢 讲到 我们昨天讲到很多很多的善根啊 就是修 所有的积极努力呢 好 那这里总结 这些所有的善根 你是积极的 还是信解的随喜的圆满的等等 就是意思就是啊 你的善根是怎么来的呢 是你自己是一直累积福报 或者是呢 你相信这件事情 你信任修行这件事 那你能够呢 一直不断的往这个方向圆满 然后你看到有人在修善法 你就会随喜 那不管呢 你做不做得到 你至少呢 心里面是很欢喜的 有些人是会随喜赞助啦 支持啦 或者是也一起参与 但是有的人呢 就是啊 我自己 虽然做不到 但是呢 我内心啊很很支持 那这叫做随喜 甚至于呢 你做了很多的事情 的确呢 是修得圆满 那这一些善根 都做什么呢 所有的努力啊 其实都聚焦在一件事情 就是回向庄严一切诸佛国土 那这就是什么 净土思想 清净的国土 庄严的国土 那这个环境呢 是不是庄严的国土呢 我们目前啊看到这个世界 有很多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也是来自于人心的不爱惜 乃至于呢 大众呢都是用贪心 所以呢 无限制的一直不断的去巧取豪夺 那佛法的思想呢就是啊 与大地共存 而且呢 心境则佛土境 当有人的心呢 是很清净的呢 这个世界啊 就会变得庄严 所以呢 这菩萨他就往这个方向在努力 所有的善根都是要来庄严这个世界 庄严诸佛国土 那庄严诸佛国土不是庄严别人的佛啊 是其实正在庄严你自己 这个世界现在所存在的这个环境 就像每个人的家 你住在自己的家里啊 你就会想要把自己的家 整理的干干净净的 你做的环境啊 那你也希望能够很庄严 那这是什么 这是因为呢 其实内心里面呢 你真心的爱护这个环境啊 但是呢 人有时候是真的是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其实跟我们是一体的 所以呢 凡是自己所有物之外的区块 那公有的地方啊 公园或者是马路啊 或者是门口啊 那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的爱惜 是自己认为是别人的是他人的啊 我们就啊 没有那样子的爱心啊 所以呢 就造成什么啊 这己所不欲啊 勿施于人 结果呢 己所不欲啊 通通施于他人啊 那大家互相呢 都都是用这种状态呢 就会形成这个世界的混乱 但是如果现在的菩萨 他把所有一切的大地呢 都当成是自己的空间 自己的依报嘛 那我们就怎样 就会改变这个大环境 改变成什么 我们知道呢 净土里面讲哦 黄金为地 流离为池 光是以这个黄金为地 流离为池这件事情啊 如果它发生在现在的地球 它会怎么样呢 黄金为地 然后隔天呢 哇 怎么扫了一块 不知道被谁偷走了 那流离为池 哇 隔天呢 就变成清水了 为什么 因为流离又被挖走了 那就得要创造一个空间啊 就是啊 不但是要层层的 有警卫 而且还要把它锁起来 因为呢 会有人把它据为己有 偷回家里去的 那为什么这个世界呢 就没有办法黄金为地呢 原来就是因为大家都有私心 如果呢 每一个人啊 真的就是 反正这个地砖啊 没什么 不值钱 我们家里呢 到处都是啊 整个世界啊 水手可取啊 你根本就不会想说 要去搬一个地砖回到家里 那这时候呢 所有的公有财就是全部都是黄金为地 那你走在上面呢 你赏心悦目啊 那乃至于呢 这个自己的家跟一切的大地啊 你都是平等对待 那这个就是啊 自己的心能不能够啊 把一切的大众 就当成是自己 一切的大地土都是自己土啊 没有自 没有他 没有一 没有正 就是变成一体了 那这样子呢 就的确呢 就会成就这个庄严一切诸佛国土啊 好那所谓的庄严国土呢 清净国土啊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但是庄严而且还要清净 然后还要平等啊 刚才所说的就是这样啊 我家就是你家 你家就是我家 全家啊 通通都是平等的啊 好 如是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土所有庄严 菩萨摩赫萨以己善根发心回向 愿以如是去来现在一切诸佛 所有国土清净庄严 西以庄严于一世界 如比以一切诸佛国土所有庄严 佳西成就啊 佳西住持等等啊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啊 我为什么要回向这一切的世界呢 我们要知道哦 如果呢 你知道你会一直住在这里哦 你就会一直把它维护好 那未来来生呢 你会去哪里呢 你就会怎样 你会去哪里 你就会先怎样 先把那里打撒好 那你会把那里的弄得很庄严 所以啊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呢 每个地方都有可能 你都有可能会去住持啊 啊我在这个道场呢 我在住持的时候 我很认真我把它打扫啊 乃至于安排的很好很庄严 啊那我到下一站啊 啊像现在我们有好几个分院啊 啊我现在在这里啊 把它做得很好啊 然后到下一站的时候发现呢 哎前一任的住持呢 也把那个地方呢做得非常的好 让新来的人呢 哎就好像呢 自己的环境一样啊 一样是爱护的啊 那这样子呢 你不管是到哪一个地方 你都不会不适应 那有些人呢 哇我到一个环境我都不适应 为什么啊金窝银窝了 都没有狗窝来的舒服 因为我们都会把自己的环境啊 做得很舒服很清净 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如果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发现 哇比你家还干净 你一定会很喜欢很欢喜的喜欢去那个地方 那所以呢 佛是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呢 他就让所有的世界上的每一个大众呢 都把佛家当成是自己的家 所以呢 这时候就是叫做接西住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住持 每一个人都会发菩提心 都会成就这个世界的庄严 所以呢 这这个就是一个共有的概念 这是大同世界的概念 因为这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会有共享所有的资源 而不会生多周少 或者是为了抢某一种资源 而大大出手彼此伤害 那当这个资源是平等都受用的时候呢 都是清静的都是庄严的 那这个世界呢就是 会得到大众的欢喜心 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想去 就像现在极乐世界一样 大家都很向往 因为听到那里就是七宝杭树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呢 这是佛菩萨的净土 那现在为什么想去呢 因为娑婆世界一看 不得了都在吵架 然后大家都你耳鱼我诈 然后呢环境啊都只要是公有的 就乱七八糟 那如果呢是私有的呢 却又呢这么的辛苦的维持它 所以各方面呢都很难像净土一样 那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都变成像净土一样 那你就不用求生极乐啊 你就当下就可以啊 在成就这个净土的庄严啊 所以呢这个华言世界呢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去建构起来的 如一世界如是 是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积一如是 我们现在啊用现在的世界来 来练习啊 我们每天呢都是啊 祝福自己现在这个环境 这个世界是世界和平 越来越清静啊 那现在呢大家在提倡环境的保护 环境的保育 那么我们就从自己现在这个环境啊 家与时日呢它的确呢会有效果啊 那如果呢因为大众的努力啊 越来越清静啊 那我们就可以怎样啊 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习惯呢是跟着人的 我的好习惯呢 在家里有好习惯 我到道场也会有好习惯 我如果在家里呢没有这个好习惯 你到道场啊要养成习惯 养成好习惯之后呢 就再把这个好习惯带回家里 有些人呢会怎样啊 会抱怨啊 哎呀自己的家里的人啊 在道场啊哇好发心喔 扫地啊煮饭啊 做什么都很欢喜喔 因为呢觉得这个功德力很大 但是回到家好像懒虫一样啊 那你这就会被家里面的人批评 你为什么在道场呢 这么的厉害啊这么的发心啊 哎回到家呢 哎却变成呢 怎样大老爷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们的学佛会被人 会被家人不理解 常常都是因为啊 我们有两个世界 那如果呢能够啊每一个世界都如此 我有在道场学到的这种啊 恭敬心慈悲心柔软心精进心 然后回到家 依然是恭敬心慈悲心柔软心精进心 那我相信呢 所有的家人啊都很欢喜 所以如一世界啊 如是 敬法戒虚空戒一切世界 西亦如是 三世一切诸佛国土种种庄严 皆虚皆虚皆虚俱俱 这也就是啊 哎 我们要把所有的世界都当成啊 现在啊或者是当成菩萨的啊 这个世界都当成佛的世界 那你就会啊啊 把这里啊当成是净土一样的哦 那这就是啊 庄严佛净土的方法啊 那这样子呢 就是无尽功的上回向的功课 那你所有的善根就来回向 让这个世界变庄严 那你的心呢 自然啊就会成就无尽功的障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 师父吉祥 弟子法同 今天分享对食无尽障 回向心得分享 整个那年经 弟子最喜欢的一段经文 是观音菩萨尔根元通章种的 一者上和十方诸佛本庙决心 与佛如来同意持利 二者下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意悲养 渺小的法同见闻观音菩萨的愿力 只能妄扬心叹 对菩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无缘大持同体大悲的精神 随喜赞叹 直到读华严经理的普贤行愿品 学习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从理尽诸佛到普接回向 每天点点滴滴的修行 慢慢的累积功德 小小的自己 也能有不平凡的信念与力量 每天所做的小小善业 透过简单方便的回小向大 法同也能分享给一切众生 而自利利他 心中的愿力化成 无时间无空间限制的祝福 因这样的方便法 每个人都可以简单的累积功德 愿将以此无尽功德葬 拟葬供养诸如来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皆能学习佛法成就佛道 感恩 弟子法同分享至此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谢谢法同的分享 他刚才讲的很好 就是小小的一个菩萨 可以发大大的心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刚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做 只要跟着佛菩萨的脚步 这么多的经典 其实就是记载着佛菩萨的愿力 我们不会做就照念 照念了之后 你就慢慢的就变成了内化到自己的心理 我们要读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听到他的故事 然后呢又知道他的修行的法门 那这个法门要怎么样 就是我不会修 我就把它背起来 背起来 然后一直不断不断的复习 就重复的一直念 就像我们说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有一个方法 就叫我们常念恭敬南谋观世音 那我们就是常念 这个常念呢 只要你起一个念头 就是慈悲 你念到观世音菩萨 看到他 你听到他 你想到他 你就会感受到慈悲 因为你知道观世音代表的就是慈悲 那你这样子的念呢 就是让自己的心 跟佛跟菩萨 就变成一样 一样的想法 一样的念头 那再来呢 又读到了普贤心愿品 普贤十大愿 从礼敬诸佛到最后普皆回向 也是用念的 其实我们修行 就是要先从念力 我的心是这样想 那本来没有这样想 结果呢 因为跟佛菩萨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你的心就跟佛菩萨越来越像 那越来越像了之后 慢慢的你的嘴巴行为也会越来越像 所以其实啊 学佛啊 就是一直在模仿佛 一直让自己的身口意啊 接近佛 那你越念就会耳濡目染 耳濡目染到最后呢 你就完全像 所以呢 其实啊 这就是一个熏陶的概念 从律元真 那如果这样呢 其实我本来是小小的 可是因为我每天呢 都跟大菩萨在一起 慢慢的呢 你的心也广大了起来 这是很好的学习 那当然我们每个人 还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小 所以呢 那就用什么方式 用一个再加全家 然后呢 全家就再去影响更多家 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千传万 然后大家呢 集合每一个人的小小心愿 有一万个人 就会形成一万股力量 就像我们这个灯呢 只有五足光 但是我找了一千盏 那就是不只是五足光了 就变成大放光明 那同样的修行也是这样 就是我影响你 你在影响更多人 那这样子呢 就会无尽 所以呢 这叫互相摄入 好 那谢谢今天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上官 今天呢我想请教建徽法师 想提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 我们就好比 就是像在打游戏一样 然后我们就 每一关我们都要去闯 然后就发现呢 其实我们在闯关的过程中 我们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 就是越来越难 但是呢 比如说我们在 在第二关的时候 我们知道 第三关的那个大boss 会更难 但是呢我们还是 还是要往前走 往前走的时候呢 我们又有点担心 有点害怕 也不知道前面是会 会是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突破 而且如果 又而且还是会在担心 如果第二关的这个boss 我们去打的时候 这个能量耗尽呢 我们是不是要全部重新来过 所以就是我想请教建灰法师 就是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 会更好的去应对我们的当下 感恩建灰法师慈悲开示 谢谢上官 虽然修行很像打游戏 但是修行跟打游戏不一样 打游戏呢 他可能打到最后一关 会全部 因为没有破关 然后全部归零 全功尽弃 这个人死了 然后只能从零开始重新练功 所以很多人会开外挂 就想说要把这个记录 继续把它一路走到底 一次把它破关 所以修行这个打游戏最大的不同 就是所有的激功雷德 他不会变成原型 他不会回到原型 那boss是自己心中的大魔王 那这个大魔王是什么呢 那这个大魔王其实是自己的妄想跟执着 所以他基本上是不存在 只是我们错以为很难 然后低估了自己的能力 那低估了自己的能力就是 敌人还没有出现 自己就先逃走 所以呢就是 这个是就是我们在打游戏的这个时候 如果呢会有一些通关密集 那佛法的通关密集就是信心 信满成佛 那为什么要信心 因为你要知道自己的心 本来就是佛 我们其实是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你所认为的障碍也许只是想象中很困难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难 只是因为你还没有经历 然后小看了自己 你就不知道原来事情没有这么难 因为叫妄想 所以我们又很容易用想的 从小到大呢 这个社会教育我们要有思想 这个思想呢 是什么思想怎么学 去学校学的 或者是在媒体中学的 或者是呢 从大人 身边的人学的 那到底这些思想是正确的 还是不正确的 有些思想是正确的 但有些思想是不正确的 可是我们没有一个机制在衡量 那这个衡量的只会靠自己的这种判断力 但是基本上是没有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直到呢 你这个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呢 佛陀是很客观的 他并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而是站在一个整个世界的全局 来观察这整体 因此呢 他理出一个脉络 理出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呢 是人人皆可行 不管你是哪一道 你是什么背景 都可行 那因此他叫做真理 他不是信他 而是相信这个法理 相信这个脉络 相信这个因缘法 或者是相信这个空性之力 那所以呢 当我们去发现 原来呢 你的相信啊 是要建立正确智慧的信仰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事实上 成佛或者是修行啊 没有那么难 因为敌人的伟大或者是强大 往往是因为你想错了 就是没有想到正确的这个方向去 而变成建立起自己的墙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不往前啊 那你没有想到说 以为啊 放弃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 你没有想到 当我们没有往前走的时候 你后面是轮回 轮回似乎好像没有关系 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们很无奈 我们不知道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不轮回 原来我们以为痛是应该的 烦恼是应该的 这个肮脏也是应该的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么黑 很多人是这样告诉你的 那事实上呢 可以不用受这个苦 就像在地狱中的人 他生到地狱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还除了地狱之外 还有其他不受苦的地方 有所谓的净土 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 所以他以为只有铜墙铁壁 只有地狱这些环境 而且他还是无间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要往前走 是唯一活路 我们没有退路 我们不能退 因为退了之后 那个真的是比 往前的辛苦 还要来的可怕 因为遥遥无奇 无有初期 那如果这样子想 轮回之苦比起来 现在修行破不了关的那种苦 其实真的就是小小而已 忍耐一下就过去的成功 是可期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一股作气 趁现在打铁趁热 我们赶快累积了这些功德力的话 恐怕我们以后要回承担的这些 没完没了的更是很无奈 更是多 只是我们常常在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还没有建立对自己成佛的信心 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努力 也没有关系 反正你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人在努力 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本来就这个样子吗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错想 也错认的 所以往前走 没有那么可怕 因为敌人 是不堪一击的 只要我们相信 诸佛菩萨他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话 他所说的方法跟这个理路是确实可行 所以呢 自己就要对于自己要有信心 只剩下我们对自己的信 那有信呢 你就会走下去 是这样子 好 谢谢上官的提问 感恩教育法师